可能受黑社會文化的影響 他們會比較傾向使用暴力解決問題 我在調查期間發覺有幾個前人 他是有食兵的習慣 會不會因為藥物影響之下 他們會有這樣的表現呢 都有黑社會背景的他們 都是跟從馬虎的樂仔 更加因為樂仔 認識到23歲的夜總婚女公關梵敏儀 不過三個人若打梵敏儀致死 之後再將她放血脂解 肉身和內臟都被煮熟 頭甚至被藏在Hello Kitty裡面 他們的背景影響到他們 因為他們似乎不是較正常的家庭成長的人 所以對於我們檢查到他們 根本上是有黑社會背景 覺得打人、成為虐待人 不是一些大不了的事 15年前 懷著幫阿嬤籌醫藥費 而偷了樂仔4千元的她 就被禁錮 尖沙著嘉年威老道的唐偶單位 我們調查中 我們知道這個女生 其實她自己都有吃冰的習慣 回家後她未必可以有毒品的供應 即是非自願 但不會反對留在這裡 我覺得她是 可惜她最終被三個犯人 虐待、毒打致死 我們感覺到她們其實就是 當看不順眼、不開心 或者是有些事情她覺得她做得不好 那就會有拳打腳踢 他們其實就怎麼說呢 在調查過程中 她其實就將所有的責任都盡可能推給對方 即不是我的 我只不過可能打個兩鎚 或者我可能會做多多少少打個兩把 這宗案件曾經被改編為電影 我叫你沒有打的時候你才知道 法官職責兇手 在分屍過程無良知、深懇手辣 形容她們是爽心病狂、冷血無情 並不是一個人對人所能做出的行為 據了解第三被告梁偉倫 後悔當年沒有承認罪行 現在34歲的她 不想如生都在鐵槍裏面過 希望可以認罪、減刑 後悔橫來後悔 因為謀殺案件在法律上是一個終身監禁的性質 即使你現在很後悔 其實改變不了事實 減刑的目的就是希望她可以重新做人 至於實際上她是否能減刑 取決於究竟她的上訴減刑的理據是甚麼 她就說 因為梁偉倫當年只有19歲 可以試下申請減刑 不過就要向特首申請 可以找宗教人士或立法會議員代表達 BGM